欢迎收看云龙池 狼外有画冰城版 我是这次画展在槟城站的车展人Gibson 新加坡云龙子旺财馆当初撤获这次画展的初衷 其实是因为疫情对艺术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把艺术带出画廊 走进人群 展示于你 今天云龙子狼外有画 来到升旗山的Monkey Cup及Copy Huttan Monkey Cup是罕见的猪龙草原 而Copy Huttan则是喝茶的好去处 Monkey Cup是于2011年年底在升旗山开办 但经营没多久就因为租地问题而被币关闭 一切心血复之一具 幸好后来州政府伸出援手 在升旗山另外找一块地让盐主再次见盐 而如今经过多年的努力 这里已种下过百品种 分别有马来西亚 泰国 印尼 菲律宾 印度 北美洲等地的猪龙草 Monkey Cup能够在经历一波三折后 仍然坚持经营到今天 主要是元祖对猪龙草的满腔热血 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猪龙草 也了解猪龙草的奇妙之处 就像云大师的风水艺术 因为他对玄学及艺术的热爱 就把这两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仿佛生活中有艺术 艺术中有能量 而云大师的风水艺术能量也并非空穴来风 只要你了解越多 你就会发现其奥妙之处 而我相信云龙子郎外有话的观众也会认同我的这个说法 谁是云龙子大师? 这位就是云大师 他是风水家族第六代传人 他是于2006年在新加坡开创了云龙子旺财馆 我是担任高端生活杂志总片记的时候认识云大师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风水师在精通风水及命理学问的同时 还可以把这些学问发挥在艺术创作上 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 这些作品具有丰富的艺术价值 因此中国中央电视于2019年 特地远赴新加坡拍摄云大师的风水艺术纪录片 云大师也多次在中国得奖 就让我举例几个重要的奖项 云大师曾于2019年获得华人楷模艺术成就奖 他也在中国建国70周年的时候 获得一金决学金牌大师奖 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 云大师是第一位受邀上中国长城主办画展的画家 而且截至目前为止 云大师已在世界各地主办了14场的画展 虽然我们对猪龙草并不陌生 但其实我们对猪龙草存有很多误解 所以Monkey Cup的猿主Eric 几乎每天都在忙于向访客介绍猪龙草 以让更多人真正的认识猪龙草 而并非只知道猪龙草是食肉植物 我现在就去向Eric 讨教 以真正做道了解猪龙草 嗨 Eric 哈喽 谢谢 为什么你会想到说要来神奇山建立一个猪龙草原 在高山品种和低地品种之间 所以可以适合种两个品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这里的猪龙草有这么多的原因 我有了解到你也有外国的品种 所以因为这些各国的品种也在这里 这样就会形成其他的品种 其实我们都会鼓励种东南亚这一带 这个7亿的 所以猪龙草其实是在东南亚这一带的 所以那个外国品种都是在本地零基的 然后有一些外国品种我们就不让它种在地上了 在小盆里面 因为它其实它是属于南美洲那一带的 它不属于猪龙草 但是属于肉食植物 所以那个量很少 我们不能大量的种植 所以我可以这么说吗 就是你这里的猪龙草 只会越来越多品种 对越来越多 品种包括那个混种 因为它们可以自然形成 对对对 这样除了猪龙草 你这里的植物类还有什么 有啊 好像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那种决类 我们有种了很多 然后我们发现这里我们最少有六个品种 而且还在启发新的品种中 其实我们有些物种 我们会带到本地的理科大学里面 让他们来断定这个品种的名字 或是不是那种新的物种 因为猪龙草里面 其实也是一种酵鼠来的 对 他们会送鞋生过来这里 吸取里面的液体 然后自己拿回去做研究 因为它也是有要用价值的 最近他们发现 有一个品种里头 教书能够对乳腺癌成阳性 除了猪龙草 游客来到这里还会看到什么东西呢 整个森林的生态 我们有蕨类啊 有些小昆虫小动物 有一些山上的西部种都有啊 还有果树 果树 这个是什么水果啊 这个是王冠果 是印尼那种草药 通常我们只要弄给它干 然后再冲茶喝 其实这个品种我们有教给 我们理科大学 他们拿去做一些研究 那个药料的功效 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神奇果 为什么叫神奇 它就很神奇 你把它咬在口里 待会儿你整个口都很甜 然后你喝白水也是甜的 是啊 是可以吃的啦 对 但是它有一点酸 但是它有一点酸 你看最后的时候那个回甘已经来了 对 它就变甜了 好特别 然后这个是什么花 这是我们这里的绿玉藤 绿玉藤 它是在海拔这样的高度才很适合做 它的颜色很特别啊 对 它就是介于青色跟蓝色之间 也是本土品种嘛 它是属于菲律宾的物种 但是早期在英国人的时候 已经在这里山上做了很多了 做了很多了 所以这也是神奇山的其中一个常见的花 对对对 它其实还蛮适合拿来做我的Pocket Square 哈哈哈 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猪龙草吗 对啊 可以啊 来 所以你可以讲一下最常被人误解的这个猪龙草是什么东西吗 最大的无奇就是很多人认为当猪龙草吃到死屋的时候 然后吃到昆虫的时候 盖子是会合起来的 其实并不然 是所有品种都不能够 所有的品种都不能够 这样里面的水呢 里面的水是能喝的吗 里面的消化液啊 人体可以喝的 只是不要过量就好了 哦 因为很多人就以为说它是杀昆虫的嘛 对吧 所以就一直以为它是有毒的 对 想到Acid 哈哈哈 但是它其实是没有毒的 对吧 所以在森林求生的人是可以拿这个来喝的啦 但是我们尽量推荐那个还没有打开的 没有昆虫在一头的 比较清洁的那种 有昆虫的最好是不要动的 对啊 哈哈哈 中国传统书法就是一种汉字的书写艺术 云大师笔下的风水书法都是使用松烟末 绘号破墨 而松烟末是传统书法的材料 也是风水书法中传统的元素 我们在看看书法级色彩时 会看到一股贯穿全货的线条 这是现代书法的技巧 也是云大师在书法中的巧识 即如同风水画一样 在传统的中国画技巧 结合现代书法方式 巧妙地呈现出古典的优雅 以及新生代的华丽 静与旧之间的交汇意外的和谐 且赏心业目 同时风水书法一样没有留摆 因为没有留摆 所以没有空间发霉或编织 加上一层又一层覆盖上去的材料 原料及黄金白银 也使得风水书法 经得起时间考验 就像Gopi Hutan中有一种植物 非但经得起时间考验 据说还是从侏罗纪就生存到现在的蕨类植物 因而有活化时的美誉 而这种植物的名称是梭罗 也是Gopi Hutan的特色之一 在过一年的古老植物品种下 喝咖啡吃蛋糕是很梦幻的诗 而云大师的风水艺术也有很梦幻的体验 因为云大师的风水画及风水书法都有夜光效果 在荧光灯照耀下 这些画作会展现出不同的风貌 比如在这幅黄鹤永生 在荧光照耀下 仙寝及牡丹都迎了身 引路眼帘的是宇宙星辰 浩瀚的宇宙就如此隐身于霍中 这是云大师给你的能量惊喜 不过这只是惊喜的一部分 因为云大师的风水艺术都是以罗兰百叶的香槟破彩作为基础 而云大师采用香槟做货并不是因为缺头 而是因为香槟气泡的不定性因素 会带着颜色自然的散发成彩 虽然这样无法产攻颜色的形态 但云大师却善用这种不定性的因素开创无限可能 这也寓意着不要受限在你无法掌控的限制中 反而应该见机行事 为自己带来无限的可能 云大师与罗兰百叶香槟结缘 除了是云大师所有画展的赞助商 同时是罗兰百叶创办200多年来 云大师是首位与他们合作的画家 而我手中这一瓶LACOVE是罗兰百叶的看家产品 在酒庄创立之初就已经生产 而好酒当然是要与朋友分享的 我现在就去找Eric喝上两杯 再谈谈Kopi Hutan有什么特色糕点 嗨 Eric 我带了罗兰百叶的香槟来 来 我们喝两杯 来 Eric 干杯 是不是很清爽 对 这样Eric 为什么当初你创办了这个Monkey Cup之后 还会想说开一个Kopi Hutan呢 其实就是我们顾客在这里等待的当额 然后可以在这里享用咖啡 然后这样的环境大自然里面 而且海拔这样高的地方 想送咖啡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等待进圆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喝一杯咖啡 刚才我有做了一些功课 就是你这里的这个 梭罗树其实就是在 侏罗基 就是一亿五千年前就已经有的植物 对 这样你这里种很多这样的树吗 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要用这个树来作为你的 这个 所谓的绿意装置呢 因为这个属于山上的植物 然后这个是一种受保护的 寄水期的植物来的 所以圣基山到处都有 所以我把这个植物种在这里 就是跟圣基山结合起来 其实我们刚才在Monkey Cup里面 自己走动的时候 我们发现你里面有蛮多的蜘蛛啊 昆虫啊 对 青花 各类的昆虫都有 其实很难想象在高山也会看到 高螃蟹 对 真的是高山螃蟹 对高山淡水螃蟹 可以介绍一下吗 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生态圈 所以每一样物种都有在这里 所以只要你不破坏 好像我们这里我们没有用农药 没有用那种化学的东西 所以都保持得很好 他们是一物置一物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很完整的生态圈 生态圈啊 这样所以我们来这里看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看你们这里的小溪流水啊 那种小小的花园啊 都要留心看是不是 对 这样才能够找到里面的隐藏的 生态 对 哈哈哈 所以这里除了咖啡之外 还有什么特色 我看到有很多很特别的蛋糕在 对 在这里 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这是我们的 就是一种娘惹小吃 对 对 我们的椰糖 椰糖和香叶 哦 这是斑蛋呢 对 然后这个呢 这个是美色九层塔 九层塔 九层塔这种拿来煮饭的香料 也可以做蛋糕 对 所以就是觉得很特别 哦 这样 我可以试试看吗 来 这种椰糖 真的很特别 因为 它有一点柠檬酸 对 然后那个九层塔的味道又刚刚好 跟那个柠檬的味道碰撞在一起 对 嗯 我一直以为说 会很奇怪 那个味道 就是九层塔不会太多了 嗯 那么这一个呢 这个是Maple Walnut 啊 就是这个楓叶 啊 啊 就是这个楓叶 楓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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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核桃 核桃 就是说 如果我来 来到这里 如果我没有进去Maple Walnut 的话 我也是可以来Copy Hutan 对吗 前天后开 九点到五点 而且 很多回来都是 都是我们在回头客 哦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对 这样 身为这两个地方的老板 你对这些来Copy Hutan的 游客有什么建议吗 就是他们有什么东西 所以是一定要来你这里品尝的 其实很多人来这里就是想用我们的咖啡 嗯 因为我们的咖啡的做法不用 就是用那个摩卡糊这样慢慢蒸出来的 哦 不是那好像人家说用那个 抛还是压 对压 啊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烟 从那个摩卡糊慢慢飘上来 哦 所以就喝一杯咖啡 吃一块蛋糕 这样 确逸的生活了 对吗 云龙子郎外有话同时在多个国家进行抬测 而马来西亚槟城有幸成为其中一站 也在不同的地标展示云大师的风水化同时 也介绍当地的旅游工业 而我们也从特色餐厅 酒店 景点 再到佛洛桑贝的榴莲园民宿 以及今天的升旗山Monkey Cup 都很认真的带着云大师的风水艺术 在这些拍摄地点展出 以及说我们借用这些地标展示云大师的风水艺术 不如说在疫情肆虐当而 云大师出钱出力 通过云龙子郎外有话介绍各地的旅游资讯同时 也通过风水艺术把弦弦能量带到各个景区 希望在这能量加持下景区能够已过天晴 因此我在这里特别感谢云大师及云龙子旺财馆 谢谢让槟城作为云龙子郎外有话的其中一站 我们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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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也会会有更新的一篇 五个各种厂载的 顾备 的 能够分优法 的 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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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立和 立和 和カリーグラフィー 乾杯 向益和益利益